第861章吊队 8月21日 平阳府 霍州 七里域的山道上 张洪范府下手 观察着地上的马粪 马粪是今早刚拉的 应该就是昨夜探马所见到的那辆马车 一见探马就逃 很可能是王饶 原本张洪范并不想来追杀王饶 好天意 费力把好天意捉回来 反而不好处置 杀了 或许让某些人自危 留着 又让某些人认为 被俘也没关系 逃了当然也不太好 但至少还能说成是好天意这个废物 打仗迷路 被俘投降 想替李侠阴谋取山西 一看张九郎来了 却又落荒而逃 既然怎么做都不完美 张洪范本也懒得再费力 一到太原就下跑好天意 成功挫败了 李侠借走私伤道 暗地打通山西的阴谋 对他个人而言 已经是立功 立威了 但张洪范察觉到 似乎是毛居杰柱 亡饶逃脱 他真的不希望张家这些人 立场不坚定 在他看来 两头下注不是稳妥 而是取货之道 因此张洪范嘴里 没说 但还是借着到 借州见阿和马的借口 亲自来追杀王饶 他很快便找到线索 追杀至此 看过了马粪 他站起身来 环顾山林 推算着 在这样的道路上马匹 在两个时辰内能走的距离 开始布置人手搜捕 你们几个 登上五龙鹤远望 看是否有人影活动 你们向南搜索 方圆二十里 仔细搜 他们很可能就藏身在此 相比于好天举 在太原城内搜查细搜的表现 张洪范显得很轻松 布置好之后 就盘膝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闭目养神 果然 没过多久 便有士卒回来禀报道 大帅 在南面山路上 发现了车厢 他们还有匹马累死了 张洪范抬起头望着天色 嘴里自语着计算着 骑马车儿走了 走不了多远 我们这点人手 这片山林搜查起来 怕是要两日吧 大帅 我们仔细搜 一定能搜到 但你安知 这不是王饶的金蝉脱鞘之计 故意派人引开我 其实他已经逃远了 这 小人不知 带我去 看看他们的车马 张洪范才起身 却见有快马 从狱外的关道上狂奔而来 他预感到会是某个重要消息 停下脚步 等着 很快便听到那姓氏 像狱口的士卒 喊道 顺天张元帅可在 太原急性 让他过来 见过张帅 太原出事了 好天举死了吗 张洪范喃喃自语地沉思着 又向南边的山林望了一眼 最后还是做了抉择 到 回太原 这趟到山西 他最大的职责 还是保证人心安稳 眼下回太原镇局势更为重要 另外 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 于他而言 好天举这一死 很像是王饶还在太原城内 那不论是或不是 已经不会再有人去想 李霞的戏作 是否已在毛居节的帮助下 逃出太原城 王承夜 从草丛的缝隙中 向外看去 当看到那些士卒终于退走 不由松了一口气 走了 走了 怎么就走了 差点折在张洪范手里 他真是条好狗 王饶暗骂了一句 从树丛里爬了出来 向山下望去 道 我们怎么走 等风头过去 到时我们可联络霍州的据点 王承夜道 只要不再遇到张洪范 我有信心带你们回到关中 王饶面露不屑 冷笑道 张洪范也 没什么厉害的 若换作是在关中 由我来搜捕他 且看他能否逃得掉 王承夜想了想 道 有我们君情私在 不会让蒙古戏作潜入关中 若说王饶是在嘴硬 王承夜则是说得十分诚恳 一行人经历了张洪范的搜捕之后 愈发谨慎 在七里鱼的山林中 又躲了六日 感受到风头见邪 王承夜方才联络了 霍州的军情司据点 由对方提供了新的身份与排斧 又等了三日 他们混进一只商旅 却并没有向南往借州 而是向西北往吕梁山 带商旅 将马匹 皮革 卖给吕梁山附近的 走私商队 他们便随走私商队 沿黄河南下 这一路艰险难行 走私商队 几乎能说是拿命换钱 沿着悬崖小道穿梭而行 又度过最汹涌的一段黄河 四十五语迷糊口 两岸波涛汉梦门 初十 王饶还能迎试作对 以显示自己并不被这险峻的地形所设 渐渐地也闭了嘴 好不容易 穿过了瀑布 峡谷 他们终于踏进了三晴大地 好天意故地重游 心境复杂 他上一次显渡黄河 还是为了率兵攻打李霞 谁能想到这一次 却是为了投奔李霞 但孤身来头 往后的前程未卜 终究是不安 王饶则是又感到了受挫 逃命时 他忘了去想 但离长安遇近 他欲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抵达长安城 已是9月26日 走进秦王府大堂 王饶看向李霞 一行礼 开口 惊带了哭腔 王上 李霞放下手中的公文 道 你辛苦了 惭愧对王上 王饶深深一居 却是真的感到自己 没办好差事 李霞 如今还只是称王 有时虽也有属下 自称臣下 也只是用来表示立场 更多时候 谈话都是随意的语调 而王饶平素 虽一副傲气模样 却是李霞手下少数几个 对李霞礼数周到 爱自称臣下的 因为他最瞧不起送 也因为他父亲 曾与李坦说过 王父为圣堂之主 统计做玄灵之臣 王文统 没在李坦身上 实现的报复 他 王饶要在李霞身上实现 且他做起事情来疯得很 随时有必死之意 那就早些称臣 早些享受着 辅佐圣堂之主的感觉 当日 王上亲自到坝桥相送 对臣记忆 厚望 臣本该为王上谋得山西 奈何功拜垂成 这边叙叙叨叨 李霞却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他目光落在桌上的公文上 也不知有没在听 王饶的自罪之词 好不容易 直到王饶说完 他才斟酌着 勉励了几句 胜不骄 败不乃 望你在这次有所敬意 明白自身不足在何处 去吧 好好谢谢 之后便是王成业 好天忆一个个去见李霞 王饶则是先出了亲王府 他觉得李霞对自己的处置有些轻了 但也无可奈何 比起这一趟之前 如今的他 已更能接受无奈的结果 并沉下来想要 如何才能做到更好 或许 这便是方才李霞所说的敬意吧 才走到湖姬面铺 王饶抬头一看 竟发现自己 被几个人围住了 他目光一扫 没理会一旁 那女子和那小道士 一拱手 行李道 李长公子 有理了 有理了 李昭成回了李 也不耐寒暄 很快便问道 于道士呢 王饶一愣 才想起此事 无奈叹息了一声 道 该是已死了吧 第862章 障眼法 在王饶看来 于德成肯定是死掉了 死了也实属正常 连他王饶本 也做好死在太原的准备 当说出一句 该是已死了 他认为自己足够委婉了 那声叹息 也足可表示哀悼 死了 不想 李昭成确实上前一步 带着不解与震惊 喝了一声 有些失态 王饶只好稍作了解释 最后到 我在 霍州时 听传闻说 郝老三似乎死了 也许这便是张洪范 停止搜捕我们 赶回太原的英牛 我成于道长救命之恩 那你没见到我师兄死了 王饶落在孙德玉脸上 一时也有些无奈 除了秦王的兄长 这位小孙院长 也算得上 平时见秦王最多次数的 臣下之一了 都是得罪不起的 我 虽未亲眼见到 却足可推断于道长 必将难逃 为何 王饶不愿承认 却还是不情不愿地应道 孤身陷于太原 被张九 好妻这两条狗钉上 便连我也没把握 连我也无计逃脱 何况他还当众行刺郝老三 他既确定于德成必死透了 又看出其余李昭成 孙德玉关系清静 不敢让他们再报希望 而之后更记恨他 因此干脆将话说死 我没能将他带回来 万分惭愧 说罢 王饶承执一拱手 向李昭成 孙德玉郑重道了歉 至于一旁的将敌姐弟 就直接被他忽略掉了 王饶可以向人服软 但不是对地位低于他的人 李昭成沉默了一会 让开道路 手微微一抬 道 木桥兄这一趟辛苦了 为王上办事 不辛苦 请 王饶走后 四人在道边站了一会 都有些低落 怎么就放他走了 江苍扬了扬拳 道 把他打一顿才解气 就该把他打一顿 胡乱咒我师兄 他都没看到师兄出事 孙德玉话虽这般说 但低头却还是自言自语的 又小声抱怨道 都不会当戏左 每次还非要逞能 好了吧 江敌站在那一直没说话 始终都显得有些平静 待听到了孙德玉的抱怨 他才道 当年在庆福县时 满县城都在搜他 他可还好端端在我面前 木鱼这人 就是看起来太木了 才让你们都小瞧了他 这般说着 他竟是还笑了笑 道 放心吧 他一定还活着 李昭成回头看去 只见江敌的身影 十分洒脱 在安慰了孙德玉两句之后 他静止又去了摩堪院 显得有些凉薄 姐姐怎么这样啊 江苍嘟囔道 看起来都不担心 李昭成道 他信木鱼肯定还活着 话 虽这般说 李昭成心里忍不住 还是对江敌有一点点的失望 从江南移居 关中 因为有这几个朋友 才让他感到 此地不是一乡 江敌的态度他虽理解 却还是让他觉得 他对朋友没那么在意 之后 进了秦王府 在大堂上见到李霞 李昭成忽然明白了 江敌的梁博性格 是从哪里来的了 李霞这人 就像是不需任何情感依托 不需家人朋友 哪怕一个人寄身一乡 也始终是那副坚韧的样子 不会难过 不会气馁 性情梁博 待人疏离 遇到任何事都不为所动 这或许是李霞强大的原因之一 李昭成知道 自己一辈子都做不到这样 他有人情味得多 但也软弱得多 甚至只是看到 江敌的坚强平静 他都觉得不安 他希望李霞偶尔也软弱一点 李霞刚见过好天意 正拿着根探笔 在地图上标注着什么 又看到李昭成进来 头也不抬 便吩咐公务 来得正好 如今已是九月底 十月初 关中水利便要动工 且第一批纸钞 已在装箱 万事俱备 牵扯的利益也大 你们 连访司务必盯紧了 说说情况吧 有何困难 说完之后 李霞等了一会 却没听到李昭成的汇报 他这才放下手中的笔 道 怎么了 李昭成有些犹豫 问道 你能想起以往的事了吗 李霞一开始没听懂 略意思存才知 他问的是重生之前的记忆 于是摇了摇头 那 若我死了 你会难过吗 李昭成又问道 李霞不由皱了皱眉 连他家中妻妾 尚且没有这种矫情的问题 怎么 患了重病 没有 就是想问问 若是我死了 你还是会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吧 嗯 李霞毫不犹豫 就点了点头 其后看李昭成神情有些失落 终究还是又补充了一句 道 但我会努力 让你不死 虽然只有一句话 但李昭成似乎颇受安慰 李霞正准备继续问连访司一事 却听李昭成又问道 你觉得于德成在那样的情况下 还能活下来吗 李霞没答 反而道 王绕把所有事都告诉你了 以为太原之士败了 就能到处说了 是吗 稍遇挫折便破冠破摔 我看他这性子 还要狠狠敲一敲 李昭成感受到李霞的不悦 有些处 盲硬道 他只是信任我 之后 他犹豫了一会 面对李霞 那道冷峻的目光 还是抬起头问道 能告诉我 于德成如何了吗 李霞沉默了片刻 道 我不知道 他重新看向岸上堆积如山的公文 有些自嘲地叹息了一声 我过问不了那许多细节了 不只是于德成 而是很多人的性命 都已经成了我过问不了的细节 李昭给儿子换尿布 聊起今日发生的一切 有些他不好 对李昭成说的话 却都可以与张文静说 王饶从太原回来了 他做得不错 若是王饶亲耳听到 李霞说出这句话来 许是会十分诧异 但这事 其实一想也就明白了 好天忆是李霞放回太原的 那忽必烈 只要不是傻子 就绝对不可能放任李霞借助 好天忆之手 控制太原路的猛军 或山西的走私商路 换言之 王饶这趟北上 表面上的任务 从一开始 就根本没有一丝成功的可能性 李霞实则是借助他 为人狂妄 好唱高调的特点 吸引忽必烈的注意 而由刘元镇 林子 董文用等人在河南 暗中活动 通过走私与各地侍侯 尤其是宝州张家 进一步的暗中联络 这才是李霞真正的目的 一个很小的例子 张红范若守在宝州 李霞 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忽必烈麾下将才很多 但文武双全 了解中原情况 能安抚 又能震慑朱氏侯 且还忠心耿耿的 不多 史天泽算一个 张红范也算一个 王饶只要能让所有人相信 李霞正在试图用 全力打通山西 从而忽略掉河南 实际上的任务 就已经完成了 张红范始终留在山西 便是明正 你九哥被拖在太原了 应该能给我们 更多接触宝州的机会 李霞说到这里 想了想 又到 当然 太原能变成一团乱贪子 把你九哥拖住 也因为于德臣杀了好天举 张红范便问道 于德臣是谁 军情司派去保护王饶的 好手 李霞 简单说了几句 其实杀了好天举 有好处 也有坏处 虽然能将太原 变成一个烂摊子 拖住张红范 却也会让许多中原人 产生李霞只会刺杀的影响 但今日与李昭成谈过之后 李霞也并不太在意这点坏处 记得当年我们在路易吗 李霞忽然问道 嗯 张红范在李霞边上坐下来 挽着他的胳膊 温柔地笑了 笑 道 我怎么会忘 记一辈子 那时我也是个棋子 小人物 如今却掌握着他人命运 将他们派到北地险境 交代他们的任务 都是假的 不重要的 只要让他们北上一趟 哪怕送死也没关系 我怕我成了与当年那些 庙堂诸公一样的人 我虽不愿把谁当成小人物 或棋子 但有时确实是这么做的 张红范握着他的手 轻轻拍了拍 道 你和那些人不一样 他们不在乎棋子的性命 你在乎 有时候 有些事情只能那么做 会有牺牲 派出去的人会死 但你在乎 我知道的 我就是太冷静了 嗯 你就是太冷静了 想要我改吗 不想 张红范转过头 认认真真看着李霞 睫毛 似乎要触到他的脸上 这样的你 我还是很喜欢 还没腻 先不改 李霞遂笑笑 才要说话 踏上的玩儿 已然大哭起来 仿佛是因父母只顾着说话 忽略了他 非要引人注意 张红范抱起孩子 轻轻晃着 看着那小脸蛋 心中难免得意 向李霞问道 他这么可爱 要是我爹能看到 一定会很喜欢吧 他之所以对此事耿耿于怀 因为知道李霞 在守住关中之后 也有招揽张柔的资格 且已派了人 前往宝州联络 难免对此事的结果有所期待 李霞 却还只收到了 山西方向的情报 而宝州的具体情况 还未回来 并不确定 是否会让张红范失望 其后几日 秦王府中忙着的 依旧是纸钞发行 关中水利之事 但到了9月29 有自东面来的姓氏 匆匆赶到秦王府 报王上 君州 吉姓 君州 地处河南 并不在李霞之下 除了走私的铁器外 还能有姓从君州来 可见 君秦司的活动 又有进展 姓是加密过的 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数字 李霞对着破译 本一字字填出来 看过之后 却是微微皱了皱眉 心道 这次怕是要让张红范失望了 串联宝州的计划并不顺利 忽必烈竟是以一招府邸抽薪 直接封关许直 要将张柔从宝州调往燕京 更具体的消息 还未至 董文庸只说暂留张府 以寻找转机 但张柔一走 张家很难再有一个人 有胆量做主 有能力做到 且还能忙过忽必烈的耳目 与李霞暗中串联 这转机怕是很难有了 与此同时 河北甄定府 一大队马车正被拦在少甲前 车队中有人不缓不忙 迎向了前方的寻位 随手便赏了一串铜钱 宝州张家 运批定谣词往开封 寻位不敢怠慢 连忙放开道路 车队遂再次启程 鱼冠通过关卡 其中一辆马车上 林子掀开 车帘向外望了一眼 又关上帘子 向车内的同伴道 没茶 你安心歇着 第863章 转机 进入石院 随着纸钞发行 兴修关中水利等 事宜进展 长安各个官署 都忙得不可开交 魔刊院亦是如此 便连平日处理公务 举重若轻的勤酒勺 也显得有些不堪重负 公务如此繁重 江迪本就焦头烂额 但在十月初九 他却不得不换上一身女装 随他母亲 牟珠往秦王府聚会 早年在庆福县时 江家与李霞 便有一段渊源 包括 江春任韩巧 为一女之事 使江家与李霞私下里 其实如亲戚般往来 牟珠自然是尽心竭力 维持着这份关系 他每个月都会找一两次机会 来见见王妃 侧王妃 聊聊家常 叙叙旧 江迪平时我行我素 往往穿着一身官服 往牙鼠做事 牟珠也管不了他 但每逢要往秦王府 见王妃时 江迪若敢推拒 是真有可能被牟珠打死的 总之对于牟珠而言 与秦王家眷往来是天大的事 母亲是高兴了 这发际一疏 我脸 可显得放 哪就放了 牟珠正一门心思 看着婢女们手里捧着的脊皮布 看也不看 江迪 随口敷衍道 漂亮得很 你常这样办 早可说一户好人家 江迪遂也懒得 与母亲多说 副手而行 须于 牟珠一巴掌将她的手拍下来 有点女儿家的样子 进了秦王府 走在小道上 牟珠又开始嘀嘀咕咕 说是前几日 见到了吴定的夫人 说是吴仆的长子 吴宝谦少年丧妻 想要续个弦 云云 江迪于是玩笑着回应 说不在意给人续弦 但因吴泽的妻子 很是漂亮 他并不想与她当轴理 让旁人做比较 牟珠大怒 骂道 你喜欢就好 管旁人怎说 母亲说的是 我自喜欢不嫁 管旁人 怎说 牟珠气得 便想打死这个女儿 算了 下一刻 院子那边有个漂亮丫鬟跑过 喊道 快快快 好多箱子 要搬进来 怕是那边院子都堆不下 很快 秦王府便显得忙乱起来 一口口大红箱子 被搬来 置在院中 只见胡真 关德这两名总管 忙得团团直转 姜迪正好走在廊上 转头看去 接连见关德 打开了几口箱子 绫罗绸缎 人身陆容 珠宝玉妾 书籍自画 再一看 关德打开一幅画卷 姜迪眼睛一直 人已愣在那 贺路同春图 他拉了拉牟珠 喃喃道 母亲 那幅是贺路同春图 吧 牟珠没答 因为就在不远处 侧王妃张文静 已端端庄庄站在那 正接过一张长长的礼单 还有禀报声隐隐传来 阿郎说 嫁妆早便想送的 只是之前路途不便 干脆连着给小公子的满月礼 一块送来 旁观到这一切的谋珠 姜迪都有些被吓到 还是高明月先注意到这些 浅婢子过来 招呼他们进堂 谋珠又向院子里看了一眼 那些红木大乡 还没搬完 都不知还要搬多久 他不由自言自语嘟囔了一句 则则 这大老远的 怎就能运得过来 姜迪忽然想到了什么 停下脚步 一路赶到秦王府大堂前 姜迪却被护卫拦了下来 正是秦王正在议事 不宜相见 他只好在外面院子里等着 不一会儿 竟是见到袁延也来了 姜迪连忙迎上 问道 袁姐姐 能带我见秦王吗 我有事想问问林四世 你别急 我尚不知发生了何事 你带我见过秦王再谈 可好 袁延话音才落 秦王府大堂内 已有一名中年男子出来 看庄术 却是军情司中人 先是请袁延入堂 他抬手 请姜迪到旁边的小厅谈话 姜郎中 请 我想见你们林四世 有话要问他 好 但不急 四世有要事正在禀报秦王 我却有几句话 想先提醒姜郎中 今日能进秦王府 都是可以信任之人 但不论看到什么 还请务必保密 否则军情司定言成不饶 我明白 姜迪应道 那就好 再请姜郎中与我说说 你知道哪些事 好 姜迪有些害怕 但还是开口说起来 有一部分事情 他是在上次里 昭成问王饶是听到的 不久前 王饶刚刚被李霞中成过 一同被惩罚的 还有李昭成 孙德玉 姜迪 姜蒼 最在泄露与打听机密 其实也不是什么机密 无非是怕远隔千里的燕京那边 知道有侍侯与李霞走私 说来 当年李坦形势 可比李霞大胆得多 我知道余德成随王饶北上 是为了联络中原侍侯 建立走私商道 王饶没做成 但有人做成啊 具体在哪里打通商道知道吗 不知 姜迪道 但先是北面张家 能够运来大批物件 之后 秦王一世时请袁姐姐 可见这件事是做成了 所以 你想打探什么 姜迪道 我想知道 是不是余德成留在北面 做成了这些 他回来了吗 就这些 就这些 好吧 总之 请姜郎中务必保密 且在此 稍后 姜迪连忙应下 便坐在小厅里等着 他等了很久 才见有人进了厅 姜迪大喜 但才站起身 却发现 来的是吴泽 只好连忙行礼 不必多礼 姜郎中 想必也是为了 关中水利之事来的吧 吴泽说着 在椅子上坐下 打了个哈欠 又道 我一时为此事来见王上 想必摩看院进来也忙 是 需筹算审核的太多了 仅雇佣劳力 一向便千头万绪 聊起了公务 便有许多可以商谈的 待到傍晚时分 姜迪才说完 他估算的 新修水利的钱量消耗 一转头 忽感到 有人影正力在厅门处 这人背对着夕阳 因此有些看不清脸 姜迪定念一看 看清他的相貌 不由一愣 他柔了柔眼 眼前这人不是于德尘 去又是谁 你回来了 我便说 你能回来 于德尘还未说话 已有人匆匆赶到 请吴泽往大堂 吴泽应见于德尘 身上有伤 遂失了一礼 礼貌地点点头 这才往堂上而去 于德尘转头 看着吴泽的背影 有感受到方才那种 敬重的目光 不由大为满足 等再回过头 便见姜迪笑了笑 道 就知道 你能回来 走吧 去找找小道士和李大哥 对了 方才你是合适到厅门口的 我与吴泽应谈论事物 太过认真 竟没看到你 刚道 前些日子 王饶回来 说你一定遭遇不测了 我却不信 果然 他没做成的事 你做成了 于德尘摇了摇头 苦笑道 并非由我做成的 我不过被人救了把了 他平素话不多 此时却很想说些什么 闷了一会之后 却是道 不过 我已做成了不少事 可惜 事关机密 不能告诉你 没关系 将敌副手笑道 你能回来就好 我不问机密 于德尘保持着修道之人 云淡风轻的姿态 嘴角不自觉地扬着 想了想 却还是又吹嘘了一句 其实我当刺客 当戏作都很厉害 李霞这日也是忙得厉害 一时之后 转回后院 却发现 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只好隔着一排排 红木箱子 与对面的妻妾挥手 打个招呼 只好又从秦王府正门绕出去 右旁边的小门 再回到后院 其余是不论 他先是与张文静 谈起宝州张家之事 平时没听你详细说过 你二哥 如何没说过 张文静道 我常说啦 二哥当年 想求娶元姐姐 被元姐姐一手势逼退了 补天手段 暂施张 不许仙城落花堂 如何没说过 李霞道 除了这事 倒未听你说过他别的事 其实与二哥不算很熟 我们并非同一个生母 他年纪也大我许多 身子不太好 一直在宝州老家歇养 李霞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 只能从林子 懂文 用 于德成的描述中 推出宝州之事大致的脉络 这次看来 你二哥很有手段啊 第八百六十四章 拼凑 因张宏基求娶元言不成之事 以往听张文静提起这位二哥 总容易觉得他有些平庸无能 以李霞 张文静这对夫妻的性格 每聊起旁人感情之事 都认为张宏基与其 心心念念着元言不放 不如做好自己 在识人眼里 本就是个体弱多病的 但这只是张文静的印象 本就很少见到二哥 就是小时候 有听人打趣这些旧事 你也知道 姑娘家就只对这些感兴趣吗 我哪知道 二哥 除了喜欢元姐姐之外 平时还做什么 李霞道 今日我倒是问了 元言他对张二郎的印象 张文静一听便来了兴趣 手里的李诞一放 推着李霞在椅子上坐下 顺势便坐在他腿上 我每次问元姐姐 他都是叫我别闹 却还从未与我说过 他是何想法 分明还有许多 正是未谈 他却以赴要听李霞说 家长李短的样子 倒也没什么 他说 张二郎并非是对他有益 当年不过是有没人牵线 不成 也就不成 张柔与元昊问世连经 当年张鸿基想求取元言 倒也称得上市门当户队 之所以不成 元家只是觉得张鸿基的身份太高 且还体弱多病 容易招货 不是良配 元言后来嫁了位读书人 不曾想 夫家死得比张二郎还早 身逢乱世 丧夫对于女子而言 称得上命途多舛 他素来不愿提及这些往事 也就是李霞相问了 他才不情不愿地细说一番 但并不认为 当时张二郎有非他不取的念头 至于后来张文静所言的二哥 心心念念 看在元言眼里 不过是出于两家之间的交情 帮衬嫌 当李霞转述到这里 张文静不由反驳道 那就是因为家里的交情 当年元姐姐的夫家末后 回到了秀荣娘家 在白鹤冠出家 二哥还追到白鹤冠呢 元言说他当时拜玉清真人为师 玉清真人又是批云真人宋德方的弟子 张二郎早年曾随宋德方修道 后来宋德方逝世 他前往三清关调宴 回城时受玉清真人之邀 小助于白鹤冠养病 借口张文静道 我小时候在家中 还看到二哥留着元姐姐的画像呢 说是凑巧才到白鹤冠 你信吗 我知道张二郎确实喜欢元言 故意找到借口去看他 李霞道 但喜欢归喜欢 应该没影响他的判断 你看 他求取被拒绝之后也便算了 没到不管不顾的地步 之后 虽也有挂念 却未曾死缠烂打 发忽情 只忽理 可见他有主见 张文静觉得好笑 问道 怎么忽然这般关心起他们这些过往了 我在想 你二哥为何要倒向我们 元姐姐 在我们这边 他当然更希望张家归附过来了呀 或有一小部分理由 是因为元言 但必然不是全部 李霞道 若他真这般感情用事 反而会很危险 说明二哥看得明白 你才是最值得辅佐的 你就这般相信我 嗯 张文静毫不犹豫到 二哥这次的选择 可见他 也是个有眼光的 李霞笑了笑 道 好吧 我对他也有大概印象了 这次 宝州来的消息有些突兀 张柔被调往燕京 其二子张鸿基 却留在宝州 负责暗中与李霞串联 如此结果 也出乎了李霞的预料 他也需要通过一个个消息 拼凑出千里之外的宝州 发生了什么事情 拼凑出张鸿基这个人的面貌 决定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向张文静了解了张鸿基 与原言之间的往事 李霞又开始根据 于德成讲述的经历来 继续拼凑 记得上次 我说过的于德成吗 他为张二郎所救 这次也随商队一起回来了 怎么会 方才说 张二郎早年曾追随 宋德芳修道 后来 也曾在秀荣白鹤冠 长住过一段时间 嗯 我大哥早邀 二哥从小体弱 那时 父亲常年在外征战 所以将他寄养在 披云真人门下一段时日 李霞道 宋德芳逝世后 太原三清官 由他弟子秦志安 主持 与张二郎是旧时 而三清官往北部到白里 则是白鹤冠 冠内有几个 是你二哥安排的人 我二哥安排人在白鹤冠 张文静想了想 道 明白了 他留在那保护原姐姐的 只是后来 宜山先生 在霍路逝世 原姐姐 赶到霍路之后再未回去 二哥的人 却留在了白鹤冠 据于德成所说 他在太原城门处 刺杀了好天举 其后抢下好天举的马车 冲出太原城 当时秦志安正在马车上 因此三清官弟子 不让猛军放箭 于德成向东逃了十余里 追兵赶至 秦志安 却为他驾车引开追兵 让他往三清官 寻一位叫云龟子的道人 秦志安引开追兵不难 也许马车被追停之后 还会划自己一刀 称刺客向某处逃了 但李霞不确定 这个老道士这般做 能不能躲得过张红范的追查 这件事 他却已失未知 李霞继续道 于德成到了三清官之后 找到那云龟子 云龟子与你二哥是好友 因此在太原境内有限门路 张文静问道 但此时二哥应该没有得到消息 并能告诉好友 要出手相助吧 毛居杰留了人在太原 听说了城门刺杀之时候 便到三清官找云龟子打听 五舅 李霞道 据好天忆所言 他出奔之前 曾与毛居杰见过一面 毛居杰向他仔细打听了 我的所作所为 可见父亲是在考量 要不要来辅佐你 才派五舅过去 张文静连忙问道 那当时好天忆可有说 你英明神武 若没有 可得重成他一顿 好天忆不必多说 他弃家来投我 一用行动表明了 他认为我值得投笑 张文静很得意 双手还着李霞的脖子 道 那五舅一定也知道 你是盖世英雄 不知在他眼里 我是不是盖世英雄 但他确实是想与我搭上线 因此派人偷了金虎符 做好天忆离开 且留了人在太远 于德成说 这人个子小小的 贼没鼠眼 一报名字 却是我的一名老乡识 你的老乡识 白毛鼠 白帽 不认识 记得你当年写的那首词吗 你五个 偷了 就是让白帽拿给我的 臣讨厌 李霞继续道 你五舅与你二哥 显然有默契 但具体是如何 于德成也不知 只知云归子与白帽商议之后 将他带往白鹤冠赞壁 之后 宝州的命令 到了 又把于德成送出了山西 接到宝州 有些凑巧吧 张文静道 这倒是运气不错 毕竟是我们拼凑的情况 说巧也巧 说是你五舅与二哥有事宜 要救我的人 也说得通 李霞道 他们本不必冒险 之所以如此做 即使在向我示好 也可能是于德成乔装打扮 刺杀好天举的过程中 显出的能耐 让他们觉得值得一救 从这件事上看 张宏基更倾向于李霞的态度 十分明确 甚至可以说是很坚决 这是李霞完全没想到的 毕竟他从未与张宏基打过交道 虽说他是张宏基的妹夫 可张文静 却也与这位二哥 不算太熟悉 意外 但确实是好事 而于德成到了宝州之后 很快便见到了林子 董文用 他们正在张家老宅 与你父亲商谈 当时 你父亲已得到了忽必烈的诏语 马上要动身 往燕京 虽然你二哥准备了给你的嫁妆 提到张柔 张文静 有些遗憾 虽说这次张柔 就算没有被照到燕京 也不可能马上举棋 从结果上而言 无非还是走私而已 但还是让他觉得 距离上远了 他不由问道 那往后你 若是出兵 北伐 二哥 有无能力与决心相应你 而到时父亲 也不在宝州 是否会有危险 李霞轻轻拍着他的背 道 你想得远了 眼下还未到需要考虑这些的时候 只说 你二哥能与我们走私 已能起到许多重要作用 既能助我往河南渗透 获取很多的情报 又能缓缓 以利益拉拢河南侍侯 来日北伐 我们的兵马 对中原不是两眼一抹黑 甚至能有一只骑兵 悄然直抵宝州 若说宝州之势的意义 李霞能与张文静说的 也只有大概 事实上 还有更多的情报 他还要慢慢地核实 消化 想出应对 比如 张宏基亦给了忽必烈 与阿里布格之争 最新的情报 需把好天意带回的情报 与林子得到的相比照 分析出忽必烈的兵力部署 再如 忽必烈会有可能 设立一个间谍机构的消息 在燕京尚未传开 长安这边 却已经先知道了 这日 林子回到长安 见过李霞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回军情司大雅 召集心腹 意识 我们军情司要有对手了 北面马上会有一个用于防范 并针对我们的雅门 林子的语气冷冽 眼神却带着傲气 蒙古人也妄想在 你们是谁 不知他们 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过家家 军情司与军众的气氛不同 没人大大咧咧的硬话 听着林子说着 这些暗探们 都是时不时冷笑一下 显得十分英致 史思 既如此 不如派些人 过去给蒙古 当着迭探衙门的元老罢了 我愿第一个网 第865章 怀疑 酒楼雅间 叮朗几声响 五只酒杯碰在一起 这一杯赫目于平安归来 几人纷纷开怀大笑 举杯共饮 为牧鱼庆贺 李昭成很高兴 又倒了一杯酒 倒 晚间还有公务 不能多喝 但牧鱼你需让我们一人敬一杯 我能多喝 江苍道 我可以多敬几杯 话音未落 他头上便挨了江笛一下 你想得美 喝醉了 不想读书是吧 江苍只好捂着头 偷偷端着酒杯 又抿了一口 李昭成则是向于德成道 你敬了军情司 立功归来 又负伤在身 不如调到于情司如何 孙德玉连忙点头 对对对 李大哥所言甚是 于情司比君情司 还是要安稳得多 师兄你听李大哥的比较好 不论牧鱼答不答应 小道士 你休要每次 便替他做了主 江笛拿着杯子 一指孙德玉的鼻子 道 他是师兄 你是师弟 骗你总要左右他 才显得他木呢 咦 我师兄分明是从小就木呢 扮成女子 闲尽轻雅 岂是因为 我 因你这小道士 太过伶牙俐齿 趁得他更木呢 平时叫人孙院长 正经有建议 我也觉得好 江笛道 但木鱼自己决定 于德成还一句话没说 这边三人却没完没了 说了许多 之后 便是连江苍也就此议论起来 你们听我说 听我说 如今长安最大的事 不正式发行纸钞 新修水利吗 我姐每日忙着筹散用度 李大哥忙着清算贪末 于道士 若是进了于情司 正好互相配合 共为秦王出力 那我呢 孙德玉问道 孙院长造火药石 贪末用度 正好由我姐查出不对 报于李大哥 由于倒是捉起来 孙德玉无奈地白了江苍一眼 忽然 雅间的门却被人推开 麻烦各位 莫要挖我军情司的墙角 如今好手可不易寻了 江苍转头一看 见来的竟是林子 不由吓了一跳 连忙低下头 右手揣着杯子不敢说话 于德成则连忙拱手道 私 林子则先是向李昭成行了一礼 本来是几个朋友小剧 因他这么一来 便有了官职高低之分 气氛马上就不同 直到李昭成说 私下小剧 都不要多礼 几人 方才又轻松了些 孙德玉 最会活络气氛 道 林斯石好厉害 我们才要挖人 马上就赶到了 林子道 诸位现在知晓 君情司的厉害了 往后说话做事 可得小心点 哇 江苍轻呼一声 林子笑了笑 确实道 哈哈哈哈 我说笑的 特意来敬于道士一杯 他忽然闯进雅间 却真就没别的事 蹭了一杯酒喝了之后 也就告辞了 临走前 倒是还赞扬了 于德成几句 你别听他们的 去什么于情司 那是养老的地方 你在谍探之士上 很有天赋 颇有秦王当年风采 于德成听到这句评价 愣了愣 转头向江狄看去 江狄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道 你这一趟北上 果然很厉害 孙德玉却不在乎 他师兄厉不厉害 转头看着门外 嘴里喃喃道 好奇怪 怎么就突然跑进来 举杯喝了杯酒 夜色中 林子走出酒楼 抬头又向雅间看去 眼神中有些疑惑 他心里显然又不解 一时却没找到答案 只好摇了摇头走开 次日 林子才刚起来 便听人匆匆上前 禀报道 司师 秦王要见你 林子并不意外 早早便赶向秦王府 这次李霞却是在 前崖的一处观景台上 他刚锻炼完 身上还隐隐有些热气 泛起 王上 你派人监视于德成 李霞捧着杯牛奶喝着 漫不经心地问道 林子应道 是 我觉得他从太原出逃的经历 太过离奇 所以呢 林子道 昨日董先生与王上 禀报过张宏基所言 张宏基曾说 若他与我们走私之势 将要被忽必烈察觉 他会说他其实 忠于忽必烈 这么做 是为了借机 向观众安插戏作 预先考虑好各种应对 应该的 不是吗 我是在想 万一张宏基 真是忠于忽必烈 林子说到这里 停了停 偷眼 看李霞的反应 李霞却没什么反应 捧着热牛奶 一口一口慢慢喝着 林子只好继续道 北面那些人也不蠢 刘炳中 既决定要劝呼必烈 设立情报衙门 必然要往关中安插戏作 但如何安插 借着我们联络张家之事 让张宏基 明明白白地 把戏作送进关中 这一首 岂不高明 你看不透张宏基 看不透 林子道 能看得出 张柔 有倾向于王上之意 但张柔 张宏略 都被调往燕京 而张宏基此人表面柔和 态度坚决 却总让人觉得有诚服 继续说 如果 于德成在太原 已落入张宏范之手 并且叛头了 张宏范与张宏基兄弟 在与刘炳中 定下这个将计就计之策 把于德成与更多的戏作 派入关中 而我们还在得益于 先得到北面的情报 那我这些年掌控军情司 便是毫无掌进 愧对王上 这些 李霞 显然也是考虑过了 因此 他昨夜一直在与张文静聊 张宏基这个人 他想了想 到 这些是张宏基主动告诉你的 他若不告诉你 你想得到吗 也许没有这么快 想到 李霞沉吟着 到 暂时而言 可能性有很多 有没有可能张二郎 可以不急着做决定 总之他打通走私商路 于两边都能应付 林子到 那他就随时可能倒戈 故而我觉得查清楚为疑 因此 从于德成身上 查 他从太原逃脱的经历 太幸运了 他不应该能做到 所以他可疑 李霞忽然打断了林子的话 这般问了一句 林子愣了愣 李霞把手里的碗放在桌上 显得有些认真起来 又问道 记得我们从开封 回到临安之时吗 满朝诸公也是这么看我们的 我们逃脱回来 有太多侥幸 创造了太多奇迹 所以难以相信 不信 怀疑 好天意 也是这样 被忽必烈逼到长安来的 王上 我 我 没有想要迫害于德成 只是 我信他 李霞道 我不了解他 但李昭成 将敌 孙德玉 我很了解 他们不会看错人 是 这就撤下监视于德成的人 李霞道 君秦司设立多年 还怕北面渗透吗 在制度上想办法 防范 而不必轻易怀疑谁 与其疑神疑鬼 不如变得更强大 话到这里 他沉吟着 又总结了一句 破除怀疑最好的办法是 自信 自信 李霞道 我自信 我比忽必烈 值得追随 第866章 暧昧 随时清晨 从观景台上望去 已能看到许多官吏 走向攻防 甚至还看到陆秀夫 正捧着一达公文 往王府大唐而去 也许是出任连访司 便查到了许多贪官 林子 见此一幕 犹豫片刻 还是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于德成毕竟是刺杀过王上一次 万一他真的倒戈了 再刺杀王上 那就规范 秦王府 以及长安城的防卫 或者去核对他所说的细节 别鬼鬼祟祟的 你盯着他 哪怕一年半载没找到证据 你也不会适宜 反而容易让他感到被猜忌 也让旁人不安 于德成回来得太幸运 林子有所怀疑很正常 但谨慎与猜忌之间的度 如何把握 这个问题 李霞思考着 该如何与林子说清楚 怎么说呢 这种事 便像是追求女孩子 不自信的男人会不停逼问 要求立刻确认关系 但成熟自信的男人 懂得享受暧昧 这 林子听不懂 且认为 追求女子 就是该让媒婆去确定清楚 李霞道 就好比当年张武郎 只想在我与忽必烈之间观望 但因为忽必烈的猜忌 反而逼得他到汉中来投奔我 而张武郎一反 忽必烈对张家更为猜忌 迫不及待逼他们表明立场 这就好比一个财大气粗的强盗 带着刀站在一群女子面前 要求他们说 喜欢他 其中 张洪范看上了他的家财 愿嫁给他 得了最好的位置 但别人只会感到害怕 恐惧 想要逃开 这也是为何近年来 张家渐渐愿意与我接触 林子听懂了一些 问道 那我们对待张洪茜 应该像对待这个强盗的小妾 也好 张洪茄也罢 我们不必总是去追问 你有没有忠于秦王 忠诚不是问出来的 不是调查 坚实出来的 忠诚有两种 一是信仰 二是立场 这世上的忠诚 大部分都是立场 有张策王妃的关系在 想必张家的立场 该是站在王上这边 哪有这般简单 李霞道 那我若去一趟开平 何灵 把蒙古公主取个遍 岂不是忽必烈 阿里布哥也得投靠我 这 我举个例子 说到这个话题 李霞倒是也想起一人 道 比如张洪范 他的立场 便只能与我为敌 不死不休 为何 不能只看张九郎的想法 得先看忽必烈 现在你是忽必烈 你发现张柔的女儿 嫁给李霞了 李霞一天天变得强大 你该怎么办 信不信任张柔 对不对付张柔 如何对付 我 我不知道 那接下来 若是整个张家都 倾向于投奔李霞 连一个忠诚于你的人都没有了 怎么办 林子薄不犹豫 道 那必须灭了张家 你会损失很大 李霞却毫无损失 总也好过让张家投奔李霞 让李霞 不 是让王上实力增长 没事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忽必烈 是 那如果张家 还有一个出色的子弟 绝对的 明确地向你表达忠诚 你怎么做 还灭张家吗 林子道 那就没必要与死亡破了 只要他是真的忠心于我 便利用他控制张家 政治 是妥协的一说 李霞道 我不能发兵河北 张家 也做不到占据河北 侵占 河南 那就必须有人旗帜鲜明 忠于忽必烈 林子想了想 问道 若是如此 往后 张红范也有投效王上的可能 没有 李霞不加思索 马上便摇了摇头 一开始只是做选择 之后 利益会把立场越推越对立 张家的利益 即分为两端 张家人必然会分化 一边是与张家有殷亲的 李霞正在越来越强大 一边是就有的猛员势力 依旧强大 且还能决定张家存亡 张九郎之所以对忽必烈忠心耿耿 因为顺天路总管之位 必然要吸引张家最出色的子弟 张五郎早晚会来投奔我 因为一旦我是成他 便是皇亲国妻 而他必然当不了顺天路总管 我不可能让整个张家投靠我 忽必烈也拦不住张家有人倾向于我 这种分裂是注定的 谁都阻止不了 在汉中时 张红范不肯出来相见 李霞便知道 再也别想招揽这个人 在李霞有实力打到河北之前 张红范根本也没得选 也没必要投效李霞 忽必烈更重用他 更信任他 给的也更多 而在李霞有实力打败忽必烈之时 也就不需要他了 因为那是要做的 该是靴张家兵权 到时张家不管剩下多少权力 也不可能分到张红范头上 好比开赌之前吓了主 没有开盘了之后 还两头通吃的道理 如果最后李霞败了 忽必烈不可能给最早叛逃的张五郎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是张九郎出手清理门户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道理 最先站出来表态的人 能占最大的利益 但同时也冒最大的风险 总而言之 李霞充分理解张红范的立场 也做好杀他或被杀的准备 乱世之中 这都不算什么 说回张红茄 既然已有了张五郎 张九郎站出来单风险 张家其余人便不必太卖名 最好的态度便是 表面忠于忽必烈 但尽力不得罪我 这是立场 我不信张红茄会如你所言 策反余德成来刺杀我 或刺探情报 这种反应太过激烈 不符合张家的利益 宝州城西有条河名 义母全河 从西向东流过宝州城 当年张柔重铸宝州城 引义母全河入城 既做防御 又给城中提供 清流水源 小河潺潺 河边建了许多水车 用于灌溉农田 在秋日里 构成了一幅安宁祥和的景象 张红范沿河策马而行 看着这般风景 原想赴辞一手 脑海中 却无端泛起一句小桥流水人家 因为一句词 不免又想到李霞 他摇头苦笑 拉住缰绳 跳着远处 很早以前 张武郎也曾带着他们 这几个小的兄弟姐妹来 附近踏青 有次问及大姐 往后想找怎样的夫婿 当时只六七岁的大姐 说要能帮家里做事哦 让父亲不那么累 那时候多懂事 总之是每次回到宝州 有太多大大小小的往事会想起来 家乡大概便是如此 一路行到城外 张红范却不急着进城 而是先到了城外的一处庄园 那是一名张氏族中长辈的庄园 张红范虚幻对方七叔公 这七叔公见他回来 很是高兴 忙不迭安排国府茶点 坐在院中拾桌前 看着美碧煮水泡茶 正好寒暄完 便闻到了茶香四溢 好茶呀 张红范捧着茶杯嗅了嗅 闭目品味了一会 问道 这品种龙元圣雪 九郎好眼见 其实我拿懂品茶呀 灌进去都是一个味 够些绝品新茶招待客人 方显得出实力 不叫人 小瞧了张家不是 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 但黄金亦得 而茶不亦得 张红范问道 该是从宋国福建路来的吧 张七叔公身上既有河北 庄家汉的草莽之气 又有豪门权贵的奢豪气 文言哈哈大笑 道 那当然 不然还是种出来的 不成 有黄金二两 却无门路 买不到这茶 张红范一笑了笑 又问道 不知七叔公是何门路 当然是于往年一样 不是从博州来 便是从义都来 还能从何处来 博州如今不由张家镇守 而一度离毯 也已被平定了 这商路竟还没断 第867章 将计就计 张红范既问了 他这七叔公 便爽快达到 商路倒是断过一年 那阵子 想找吉匹克斯 送王孙公主 也难找 给你婶子 急坏了 这不 前段时间 还是二郎找到门路 从博州又运了批男货过来 博州 二哥有这本事 有甚男的 云得阿里海牙打好交道 不就好了 张红范笑道 七叔公还知道阿里海牙 偶尔也关心些天下大事 张红范捧着那架 比黄金的茶水 喝了 随意攀谈着问道 二哥终于肯从莲花山下来了 这不是陛下 又给你爹家关了吗 又得去燕京建城了 六郎也不在 这位张七叔公 说到这里 轻过身 压低了声音 又到九郎 听说 如今天下各处军民分管了 但我们张家可不一样 陛下既能许你管军 不如让二郎管民 如此勉强 还能接受 陛下不是信任你吗 张红范点了点头 道 七叔公放心 我有分寸 去年张柔致事 本请求让张红烈 继任顺天路军民总管 忽必烈偏升了张红烈的官 把顺天路军民总管之职 交给张红范 至此 张家的兵权名义上 已在张红范手里 之后 忽必烈争调张红范攻打官中 顺天路的名事 还是由张柔管理 君 名之权 已有渐渐分开的趋势 这次张柔被起伏至燕京 在城外这处庄园坐了一会 当张红范准备离开时 却听到通传 说是张二郎来了 兄弟二人走在一亩泉河边 张红范转头看去 只见张红范脸色苍白 身形 瘦靴 背有些弯 看起来十分疲惫 如今他已比张红范高大的多了 多年未见二哥 不知二哥病可有好些 我这病好不了了 无非是慢慢调养 能多活一天是 一天 张红范说着 白手示意默在这话题上多说 反过来问道 回来了 对了 这茶听说是二哥 从南边走私来的 张红范 缓缓在河边的石头上坐下来 道 我也不满你 你若想查 早晚能查到 这次 我们不是从两淮走私 而是陕西 为何 价格好 哈 于 陕西走私 他们价格 确实好 一匹松江客丝 能比两淮来的便宜近半 张红范说着 随口又说起些无关要紧之事 客丝这东西 百余年前 以河北定州所致最佳 所谓北有定州 难有松江 可宋京之战后 这百年 名不聊生 哪还有这样的好工业 如今只能靠从松江走私来了 张红范道 攻下宋国 河山一统 便也不用走私了 是啊 二哥既是于陕西 那边贸易 只怕给的不只是黄金白银吧 嗯 还有马匹 牛羊 煤炭 皮革 药材 这是资敌的重罪 可他们给的价高 张红范像是好气 又像是好笑 道 二哥与我说笑不成 所以连你也想倒向李霞吗 我明白 我们身处中原覆点 你必须坚决地效忠于大汉 才能让张家存续下去 张红范没想到张二郎 会吐出这样一句话 不由愣了愣 二哥竟还知道这道理 张红范叹息道 我懂 你根本没有选择 陛下不会一直 隐忍是吼两面摇摆 真触怒了他 如今便发兵灭了张家 我们不比离谈 他至少与宋国接壤 眼下李霞 也无力出兵之缘 一直以来 是你在吻着张家 张红范听了 沉默了片刻 扳了块石头 在张红范身边坐下 道 整个家里 也只有二哥懂了 是 我确实理解你的立场 那为何还窜联李霞 说了 价格合适 张红范抿了名嘴 看向张红范 目光灼灼 好吧 张红范从怀里 掏出几封书信递了过去 道 自己看吧 聪叔姐 待张红范看到这信 竟是刘炳中所书 恍然大悟 张红范道 李霞美美 潜细作入镜 聪叔记欲劝陛下 议设间谍应对 关于此举 父亲最在乎的是 能使我汉人地位提高 最决意全力支持 张红范 已看完第一封 刘炳中央张柔北上的信件 很快翻开第二封 第二封 却是一封草稿 是张红茄带张柔手书的回信 果然字字句句关心的 都是汉人在大猿的地位 其后 便是钱剑叠入关中的计划 这倒是有些出乎张红范的意料 竟是为了刺探关中 不信 不是不信 是惊喜 张红范问道 二哥苏来不喜俗事 常年在莲花山休养 这次却为了布置戏座下山来 父亲不在 家里总该有人守着 张红茄叹息道 因大姐与李霞私奔 陛下一直怀疑父亲 我们身为人子 也只能立下功劳助父亲事宜了 派人混入长安刺杀李霞 万一伤及大姐 又如何是好 否则如何 便因大姐嫁了李霞 我们全家便投降不成 这世道 还让人顾得了一点亲缘吗 无非是以保全家族为重 二哥不像 是这样的人 当然不是 无可奈何罢了 兄弟二人沉默了一会 张红范似无一般又问道 对了 听闻当年二哥 曾求娶过原家二姐 嗯 张红茄闷声应了一声 可还想着他 只因我曾经倾慕于他 而他又身处长安 我便要因此决定 暗中投靠李霞 是我失言了 不该如此小瞧二哥 张红茄道 为了保全家族 你可以死 我可以死 其余的 我早已不多想 严重了 张红范问道 但这次派人过去 能否取得李霞的信任 才刚刚将戏作送至关中 不急 看看他们能不能探得 紧要情报 便知 张红茄说着 缓缓站起身 又道 走吧 今日出城来 便是为了告诉你 不必在城外查探了 直接问我 家里还有人懂你 并支持你 多谢二哥了 我知你或许还不信我 不信我无妨 却该信聪书姐 燕京 城内城外 都是一片繁忙 城内是在准备着 改国号的大朝会 城外 依旧在进行新城的勘测与规划 行宫不适的张柔 已在路上 张家的书信 却有几封不适 送到张柔府上 而是递到了刘炳中手上 不出所料 张二郎 现已练出一批细作 派往关中 他瞒过李霞了 李霞 也许会怀疑 他是否真心归附 刘炳中沉吟道 但到最后 该还是会选择相信张二郎 何以确定 史天则问道 张二郎为人看似多情 深情 善于取得旁人信任 但其人极有主见 刘炳中 随手递过一封情报 道 这便是他探出的第一封情报了 史公看看吧 还是从书记运筹帷幄呀 史天则感慨着 接过情报看了看 咒没道 君州有人暗中走私铁器 我才离开河南多久 一群混账 往好处想 可见张二郎已取得他们 信任 也好 史天则想了想 道 眼下该是不急着动手处置 与其打草惊蛇 不如在每次他们走私时 安排细作进入同关 这是将计就计 一时间 史天则已想到 好几种利用走私工取同关的办法 若如此 等陛下抽出手来在公关中 便顺利的多了 刘炳中道 张二郎由此作为 或可让陛下明白 设立间谍衙门的好处 此事可成 该是要成了 且府一设立即取得了成果 第868章 大灾前缘 时尽傍晚 会同馆中的光线按下来 刘炳中身前的岸上 铺着的是一幅巨大的规划图 他一边谈论 一边还提笔在图纸上 画了巫舍妙语 刘炳中道 若依陛下本心 其实并不太愿使专人行这等刺探 监视之事 好在如今终于有了进展 陛下回复 有意让窃薛军中的石宝赤卫 负责应对李霞之军情司 石宝赤 史天则反问了一句 对此结果并不满意 若需往关中浅派间谍 石宝赤那些蒙人做不了 在蒙古语中 赤指的是人的意思 比如探马赤军中的探马赤指的 便是负责探马的人 达鲁花赤指的是负责政府的人 博尔赤指的是奉上饮食的人 石宝赤则是窃薛军中 负责管理英粉的人 听起来只是养鸟 但一个窃薛军的千户 抵得上普通军中万户 此时史天则问话 担忧的是 忽必烈不愿将权力交给汉人 真让那些养阴的蒙古人负责 那也就白办了 蒙人当然做不了 刘炳中缓缓道 故而请史公 举荐人选任职石宝赤卫 史天则眉毛一条 心中早有计较 以张义为主 以史籍府之 可否 张义乃是刘炳中至交 同被石人誉为紫金山五节 其人有足够的本事主持此事 而史籍官任真定军民总管 经史天则以上书约军民之官 不宜同在一门 分军民之权 请自陈家使 要史籍解应授规 知任真定管军总管 忽必烈为表示对史家的忧容 亦之未同意 如此一来 让史籍到史宝赤卫任万户 由史籍之子 接任真定管军总管 既可消除一部分 忽必烈对史家兵权的猜忌 又能争得一个前途无量的位置 史宝赤卫有 素位清君之名 史为天子找牙耳目 这个人选提出之后 史天则注视着刘炳中 只见对方半个身子 引在黑暗里 眼神里泛起些许光亮 有些佛性 刘炳中以前是个和尚 却娶了妻子 治国平天下 如今还操持起间谍之事 而史籍代表的是能力与忠诚 而史籍代表的是史家的权力支持 就着此时又谈了一会 刘炳中倒是又想到一桩小事 道既是由汉人主导 史宝赤卫之名终究是不妥 他放下了手中的公笔 从一旁拿起毛笔与纸 写下查识清君都指挥史思几字 递给史天则 史公以为如何 作为正式官职名妥贴 平时称呼 却是太长了 史天则对这个 由他与刘炳中一手推动 才设立的情报衙门 颇有感情 认真想了想 终于想出一个名字 史宝赤卫 阴房 一过来不如就叫 控阴卫 控阴卫 刘炳中念叨着 难难道 只盼能防住李侠那无孔不入的军情司 水来土掩 雷好了土台 不惧他放水过来 两人眼中微带着些笑意 心知 一旦这查识 清君都指挥史思设立 往后 忽必烈会更倚重他们这些汉臣 终究又让大蒙古国 向汉制推进了一步 这日的燕京与平时更多的不同 在会同管议事时 隐隐地总能听到一些远处的呼喊声 当控阴卫之事 伤病好 刘炳中才拉了拉岸边的绳索 因他们先前秘义 不让人打扰 此时这一拉绳签 外面的守卫才肯放人进来 马上有官员 匆匆赶进来通报事宜 满脸都是焦急之色 而这焦急之中 又带着难言的欢喜与激动 史丞相 葱书记 大事 大事 史天泽 刘炳中不自觉站了起来 哈拉和林消息 我方王尸位置 阿里布哥弃城而走了 御驾已由开平动身回燕京 纵使史天泽 刘炳中平素 为人沉稳 文言也是大喜过望 两人对视一眼 已猜到阿里布哥为何放弃哈拉和林 这半年来 忽必烈一方面督促一项歌 攻打阿里布哥 一方面遣大军北上支援一项歌 同时坐镇开平 做御驾轻征的准备 但另一方面 金连川幕府也在驻忽必烈 联络汉庭诸王 怂恿阿鲁乎背叛阿里布哥 如今看来 该是继承了 至蒙哥汉驾崩以来 第一年北归称帝 第二年龙溪之战 第三年西木图哪之战 第四年平定里坦 第五年攻打李侠之后 回师墨北 已经历五年有余 而今已是十月下旬 捍卫之争 必然还要迈入第六年 但终于是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是阿里布哥先与阿鲁乎决战 再与忽必烈决战 这场捍卫之争 一点都不惊心动魄 他是一群强盗的子孙 在分家财 大部分时候 都只是在骂骂咧咧 比的是 谁能争取到更多黄金家族子孙的支持 真正的决战 只有那一场两场 多数时候 不过是黄金家族诸王 各自蒸发 慕名与百姓 征集钱财与粮食 之后 比一比谁的实力更强 从一开始 阿里布哥就是必败的 他并非没有机会 可当李侠早早递出消息 他还傲慢地等在哈拉和林 等着忽必烈 前去向他服输 当一项歌让出哈拉和林 他还是傲慢地 等在哈拉和林 等着阿鲁呼 征集了兵马前辆后 拱手送给他 永远只会傲慢地等 懦弱地逃 害怕强敌 却喜欢疯狂压榨治下之臣民 把汉人当作两只脚的羊 不屑于汉人的帮助 固执于蒙古旧治 只知道以马蹄践踏四方 妄图以图成 强掠 征服天下 成吉思汉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中原早已不是腐朽金王朝 治下 蒙古军队 捡便宜的日子到头了 刘炳中知道这是汉制的胜利 是他十余年前便 告诉忽必烈 以马上取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 政治主张的实现 他转头看向岸上的图纸 想象着一座灰红的大都城 拔地而起 他看向管外那 原属于金王朝的残破工程 看向天边那一抹残阳 像是日泊西山的蒙古旧治 这该是大原对蒙古旧治之圣 若能先改国号 在北征 这个大原的国号 其实就是刘炳中起的 如今忽必烈虽答应了改国号 并一直在做准备 但一日未召告天下 便多一日让人心中不安 不久前 刘炳中刚刚把好天意叛逃之事 禀奏给忽必烈 诉说的就是这种不安 才想到这里 便看到一道人影 自管外向这边匆匆赶来 史丞相 丛书记 王厄是金末的状元 开封破城十位张柔所救 如今是汉林学士成旨 负责你圣旨 他今年已有73岁了 边呼喊边跑 气喘吁吁 动作僵硬的样子 看着便让人既担心又心急 而在他身后追赶的 则是女真大如图扇功率 史天泽 刘炳中 连忙迎上 状元公慢些 何事如此极欠 陛下已动身回燕京 我们知道 知道 状元公莫急 慢些说 王厄喘得说不出话来 忙抬手招呼身后的图扇功率 让他快把消息告诉 史天泽与刘炳中 图扇功率 方才上前 道 方才得到陛下品欲 要我等你旨 准备下赵改国号 真的 便是素来沉稳 行事不露声色的史天泽 也难以自持地 泛起惊喜之色来 史天泽甚至因为 这两年的南洋之战 韩城之战 没能尽全力 而有些羞愧 刘炳中仪的机灵 已是欣喜若狂 回想起王文统之死 他本以为陛下 会开始猜忌汉臣 当时却没想到 近年间这些汉致 会来的这般快 这些年总有移民说 驻蒙古人行汉法之事 行不通 但现在 他们用事实证明了 这条路 没错 蒙古崛起于沙漠 五十年 而将定天下 终将在他们这些人手里 退化为正统汉家王朝 真的 待陛下还于燕京 便下赵改国号 中统四年 十一月 古月生在燕京城荡开 有人在高声宣读着 赵书 但应谨命 掩四海以宅尊 必有美名 少百王 而祭统 赵从龙谷 匪独我家 赵文出自于 图善公吕之首 图善公吕是女真人 却能为不懂汉语的忽必烈 写出这等锦绣文章 因为天下 就是需要这样的诗书文章 我太祖圣武皇帝 卧前伏 而起朔土 以神武而英帝图 似镇天生 大灰图语 于图之广 立古所无 随着这诏书继续往下念着 站在群臣中的张义 听着听着 已是双目威师 张义如今官任燕京行省参政 他已得到消息 在今日定下国号之后 他将改任为 查氏清军都指挥使司的 都指挥使 也叫控英卫指挥使 这是大蒙古国 从未有过的官职 为了应付李霞而特赦的 他会是大元正式建国之后 第一个家官之人 接着 只听到诏书 已念到了下一句 可见国号曰 大元 盖取 易经 前缘 之意 至此 他们脚下这片土地 正式更名为了 大元 家与夫天 共龙大号 家与夫天 共龙大号 大典很隆重 更隆重的是 金王三十年间 无数中原人的期待 终于在这一日 得到了回应 对于他们而言 大元皇帝陛下的 君恩深重 唯有已死相报了 短短几日之后 张义一边 还在组建控英卫 一边已挑选了 十二名金干 校尉分别带人 南下 大元出力 中原亦有了新的气象 控英卫出力 正是立功之解 人心振奋 北平阿里布哥 西定李侠 像是指日可待 第869章 不服 长安 秦王府大堂上 一份重要情报 刚刚被展开 忽必烈已改国号 阿里布哥放弃哈拉和林 转攻阿鲁呼 李侠听了 把地图上哈拉和林处 摆着的兵器一向吸 但他想了想 呼停下动作 像堂上的好天意 董文用问道 在蒙人眼里 哈拉和林这座都城意义大吗 好天意道 蒙人竹草而居 对都城虽有膜拜 但怎么说呢 绝对没有开封 对宋人那么重要 宋人丢了开封 也还没亡国 董文用嘲讽了一句 李侠岁看向他 特意招来的胡勒根 问道 你看呢 胡勒根挠了挠头 想了好一会 达到 在蒙古人眼里 大汉不是 占据在哈拉和林城的那个 而是打败敌人的那个 总结的不错 李侠随口夸了胡勒根一句 也理解了 阿里布哥 为何会直接放弃哈拉和林 抢兵力 抢前两笔 占着哈拉和林重要 再结合去年 从耶律西亮处 听到的关于西域的情报 他已能推断出 蒙古捍卫之争的大概走向 简单而言 阿里布哥先是派支持他的阿鲁乎 去继承插的台韩国 再命令阿鲁乎 征集查核台韩国的兵马 钱粮 供他与胡勒列征战 当时李侠 只听阿鲁乎能征集15万大军 就确定 此人绝对不会臣服于阿里布哥 如今这形势 可以说是早有预料 接下来怎么做 需要再给胡勒列找些麻烦 不能让其太轻易就灭了 阿里布哥 说是找麻烦 无非是出兵了 难题在于 经历了去年一整年的战事 穿闪也是疲惫不堪 若是挤一挤钱粮与兵力 一两场小的战事 倒是能够支撑 但也得看猛军的兵力 比如 若是派一两万人 与小谷猛军打一打 攻下几个城池 之后分兵守卫 这就是李侠 目前能做到的极限了 但若是遭遇大谷猛军 将他的这一两万精兵 堵在防线外 回不来 粮草一断 全军覆没 猛军再杀过来 防线上兵力 又捉襟见肘 那就是偷击不成反惹的大麻烦 现在能进攻的 只有两个方向 新晋府 延安府 这两个地方远离中原 也就远离忽必烈兵力 集中的核心地域 这般一想便会发现 中原由汉军 色木人 窃薛军 组成的兵马 已经远比大漠猛军 带给李侠的威胁感大得多 这不仅是猛军战力 是否有所衰退的问题 而是当猛军不停西征 蒙古疆域不停扩大 捍卫之争不停进行 等等各方面原因导致 在西夏故地 这一带 没有足够的猛军兵力助手 西边 当然还是有可怕的蒙古大军 但不论是阿鲁湖 阿里布格 甚至是 序列物 至少还没将目光 投到李侠身上 李侠希望不被这些人注意到 也不打算去联络 阿里布格和攻护必烈 他觉得 一旦让阿里布格注意到他 极有可能 不是派人来联盟 而是举兵杀进关中来强弩 再行取偿于宋之策 这想法 听起来很荒唐 可事实上 当年金国就是这么对宋国的 而且此时此刻 阿里布格就是在这么对 阿鲁湖 有时候很难想象 对方为何会这么不理智 但只信奉杀戮的野蛮人 就是这样 野兽不会为了打败另一只野兽 就去与人结盟 他只会把人吃干抹尽 以增加力气 李侠甚至有些担心 忽必烈或许会放开 新庆府一线的兵力 吸引阿里布格公关中 这般一想 还是攻占新庆府 将贺兰山防线 握在自己手上 喂 妥 新庆府 轻声念叨着 李侠点了点地图上的新庆府 再看蒙古有何处 能出兵支援新庆府 也只有核桃的九元城了 也就是成吉思汉取名包头之处 李侠 微微皱了皱眉 看向好天意 问道 你确定河丹一直领着五万兵马 驻扎在九元城 顶王上 确定 好天亭与人说过宗王河丹 他觉得自己带回来的这个消息离宫了 但下一刻 李侠却道 可根据我最新的情报 三月份关中之战结束时 何丹就以率兵 北上支援一项哥 攻打哈拉和林了 这依旧是张鸿基递来的情报 不是说 何丹近两个月内才北上 而是一直就没驻扎在九元城 与好天意的情报不符 好天意一愣 盲道 禀王上 陈绝对没有听错 他从太原投奔李侠 带来了许多十分机密 且有用的消息 如忽必烈与阿里布格对峙 十分轻松 阿鲁乎多次派使节见忽必烈 很可能要合攻阿里布格 这些 也就因为好天挺是真经的禁食 才能知道 今日张鸿基的情报回来 也证明了 大部分消息是对的 唯一有不符的 就是九元城的兵力 董文用出列道 王上 陈以为两份情报 必有一份是假的 且是园庭有人故意放出 以迷惑我们 意在引诱 我方出兵 或恫吓 使我方不敢出兵 他说吧 转向林子 问道 不知军情司 能否探到九元城的兵力 林子摇头道 难 王九元城 唯有走心园 或延安府 还需渡过黄河 而河套地广人稀 声人难尽 且关中一战后 对面防范森严 唯恐我们的人潜入 董文用 遂向好天挺问道 可有觉得 好天挺 是故意让你得到情报的 这么一问 好天挺 游一起来 摇了摇头 道 应该不至于 只看 这回答 好天挺与他七弟相比 就显得有些不自信了 当然 也有可能张宏基的情报 才是假的 目的在于 吸引李霞出兵 以包围歼面 李霞想了想 心中已有了 判断 只是还没能证明 用兵与否是大事 没确定之前 他并不敢下令 让李增博 对新庆府出兵 今日便遇到这里 林子 胡乐根留下 好天一临走前 又看了地图一眼 已收起了那一点不自信 认为张宏基的消息 才应该是假的 也许是张宏基 故意传递假消息 也许是被人骗了 他本想再提醒李霞两句 但抬眼一看李霞那 从容笃定的神色 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老老实实退了出去 秦王从来都会有 理智准确的判断 根本还没有猜忌的意思 这是好天一一瞬间的感受 因此 安心下来 堂上 李霞看着旁人都退下去 向林子道 你到胡乐根军中 再招募些人手 要蒙古人 加派往新庆 九元探探 是 林子道 只是担心 蒙古人到了河套 之后是会逃 不会 胡乐根已抢达道 我麾下 只有忠于王上的臣民 林子遂应下 又问道 是 那我往河西一趟 亲自办此事 李霞点点头 道 去吧 因为他启示太快 包括军情司在内的各个机构 还没有培养出足够成熟的中层人才 许多事都要主观亲力亲为 但想来这样的局面 不会持续太久 李霞已开始大量设立学堂 并准备选官考试了 那边林子出了秦王府 转头却见一名下属从那边赶过来 司使 来的 正好 我得出门公办 去把老吴换来见秦王 长安若有事便 司使 军州那边 似乎出事了 有几个弟兄联络不上 这个月的货呢 还交不交 交 不像是走私被发现了 或许是那几个兄弟 自己出了事 听到这个回答 林子反而愣了愣 有些疑惑起来 走 回衙马安排 莫不是蒙人 也有了军情司 第870章 动工 11月的长安 城隍庙香火鼎盛 长安是城隍的原发地 供奉的城隍神 是纪姓 纪姓是刘邦手下大将 行阳之战中 救过刘邦 后被封为13省总城隍 建庙立祠 文锦二帝时 封为城隍神 关中之战能守住 百姓们很感恩 这位长安城的保护神 近来日子好了 便纷纷来拜 林子绕过城隍庙 走过小巷 进了军情司衙门 见了前院冷清的场面 皱了皱眉 又回头看了 一眼都是保护长安的 城隍那般热闹 我们这却连个人都没有 私事要是显冷清 不如我去请那些百姓 都过来拜拜 我们堂上的官公 不好笑 林子往大堂走去 身边的探子 还在喋喋不休 不请百姓来拜 也可以 可以让刚上任的官员 来军情司拜拜 可比拜城隍有用 因宋律规定 新官到任三日内 必须拜城隍 借神明之威 约束官员 故而有此一说 小的敢保证 来我们军情司拜过之后 绝没哪个官吏 还敢伸手 这次林子倒是笑了笑 道 你是不想当探子了是吧 话这么多 话多 人机灵 才能探消息不是吗 废话少说 去把校尾以上 又没带差事的人都叫过来 军情司进来往北面 又派了不少人 比如 王承夜又带了一批人 往太原联络好天意的旧部 同时 宝州这条线铺开 也需许多人手 身上没带差事的 其实真没几个了 今日安排了出发 去往河西前的诸多事宜 林子才到马厩 却见于德成大步赶过来 司师 派马眼单独领人去军州 怕事不妥 林子脸色瞬间冷峻下来 问道 你怎知马眼要去军州 他告诉我的 于德成又解释道 因我是军情司中人 他与我交好 方才说的 司师不用怕他会向别人泄密 马眼武艺高强 熟悉中原地势 善攻马 但性格率直 不是以往 军州 司师 我想请命去军州 林子 放下手里 那喂马的草料 心中着实生气 这次无人可用 才给了马眼一次机会 还反复叮嘱口风要言 结果人都没出军情司事情泄露了 不由让人怀疑 是于德成故意套了马眼的话 马眼主动于你说的 林子似无一般问道 是 知道了 去吧 司师 我可以去 林子抬起手 指住于德成的话 心中有些犹豫起来 其实 关于军情司若是怀疑 有人被策反 要如何处置 李霞已交代过 林子要怎么做了 谨慎是对的 有怀疑也是正常的 要防范 那就建立一个规范的审查 对每个人都审查 同样是北面回来的 王承夜 马眼 甚至他林子自己 其实一样 都有被策反的可能 不能因为于德成遇到的危险 最多 就只查他一个 审查之后 何时 找证据 有证据就处置 但没证据的话 须有个原则 李霞称之为一罪从无 否则 凡是有运气好的脱困 就会被怀疑 那往后探子 只要现在敌进 便都不用拼命了 或者敌人只要放出一点离间计 就能让君秦司自费武功 丧失北地百年 三百年 人心要挽回 那信任与怀疑之间 必须得有个原则 这原则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却极难 至少 赵国对岳飞做不到 赵云对于介也做不到 弱主做不到 对强臣一罪从无 绝对不可能 那种威胁感 会刺到弱主的骨子里 叫他们夜不能寐 李霞无所谓的 定规范 定原则 并交代原则定下来就遵守 之后 便不再过问此事 把重点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了 林子并没有忌惮 于德尘到夜不能寐的地步 却也没有李霞这般洒脱 两月间 他审过太原之事 没有找到于德尘通敌的证据 只好 不再监视于德尘 但 心里有没有做到 一罪从无 一直没找到于德尘通敌的证据 就一直怀疑下去 到了今日这无人可用的地步 宁愿用马眼 还是不愿用于德尘 因为马眼 就算被策反 造成的威胁 也不大 林子闭上眼 想着这些 好一会才睁开眼看向于德尘 于德尘那双眼睛 看起来颇为单纯 这种是最适合被蒙古人 利用来当间谍的了 林子这般心想 但开口 显得十分威严 你的伤势 好了吗 于德尘眼睛一亮 硬道 伤早就好了 那好 你带马眼去 军州 林子的语气不再迟疑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秦王身陷死囚牢 尚且能创下如今这份基业 其实根本就不怕 挥下任何一个人判 那语气靠个人的直觉去 猜测怀疑 不如信法度与规范 态度亦果断 君情司指挥使的气势 瞬间比方才强了不少 事情不大 有几个君情司的探子失联了 你过去查查 秦王府中 李霞一过世之后 提笔分别给连锡线 李增伯 张觉写了封长信 无非是将方才所商议的 关于北面的形式 详细与他们分析 保持一个有效且及时的沟通 他还拿起李增伯上次的来信 再看了一遍 想着如何回信 方才落笔 信还未写完 西纪虎已匆匆赶来求见 西纪虎竟来在总领关中水利之事 今日也不知是去何处 勘察归来 脚上满是泥泞 连衣袍下摆也是干了的泥土 李霞见了 放下手中的笔 起身引西纪虎在一边的小几边 坐下谈试 指着待遇便可见他对西纪虎的看重 换做大部分人来奏事 李霞多事一边批公文 一边听对方说话 这是在何处摔了一跤 龙首渠 西纪虎笑道 前几日下过雨 地滑 我一个没站稳 还拉着旁人摔倒了一大片 这若是在江南 怕是要指责县义们 没照顾周到 这边众人却嫌我没干过粗活 这才是做事的样子 他不是诉苦 也不是告状 是真心欣赏关中关场风气 毕竟以往 见过了太多养尊处优的朝廷官员 到民间巡视 连轿子都没下过的 比比皆是 说话的同时 西纪虎也没耽误时间 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图纸 来递给李霞 紧接着便提到了正式 王上请看 这是长安城影渠用水的图纸 目前我们认为该重修龙首渠 永安渠 清明渠 再与运粮的曹渠 互相连接 构成运输 供水两用的水道 但是否足够供应城中用水 还需再核算 这图纸来得绝不轻松 西纪虎是八月初到长安的 中秋时 给了李霞观中水利的初步规划 之后 开始更仔细地勘测 到现在11月中旬 开始 渐渐给出图纸 这图纸并不完整 只是为了可以动工 先给出一小部分 但三个多月的时间 规划 勘测 绘图 换做任何人 也很难做到更好了 这也是李霞看中西纪虎的原因 其人有才干 且还是全才 但欣赏归欣赏 他还是问道 只能确定先重修三条 就取 若往后扩建城池用水 如何解决 排水 又如何规划 西纪虎苦笑 道 王上所言甚是 故而我以为 眼下动工操之过急了 不如徐徐徒之 容我等再仔细勘测 拿出一个更完善的办法来 李霞往后烧痒了痒 死存着 他今日才议过北面的形势 估计着蒙古捍卫之争 不论是忽必烈 或阿里不歌胜出 也就这一两年 就会结束了 之后 也许休养一两年 必会再有战事 这般形势 当然着急 不过 新修水利所耗费的大量钱粮 短期内 还是远超过水利 带来的增产的 很可能等到 开战时还没看到收益 换作五代十国时 那些政权 大部分都会选择 囤积冰凉应付战事 而非建设民间 而李霞考虑的 则是要有面对 长期的战争的能力 他不打算荒废建设 只打算加快 并非是我不想徐徐徒之 而是局势不容许 依我之意 可先动工修龙守渠 至于曹渠如何连接 排水如何规划 还请尽快 西纪虎很为难 摇头探到 往上旁的不提 只说懂水利的人手也不足 李霞明白 这般大的工程 仅有一个两个懂水利的人 才是远远不够的 更何况西纪虎才到关中 三个月多 不了解北方水系 哪怕参与过他山宴的修筑 其人本非专长于水利 想到这脸 李霞忽然心念一动 他起身从涕中 拿出李增博的一封信 信上是 关于新庆府的详细情报 李霞摊开来在字里行间 仔细找着什么 新庆府 找到了 张文谦行省西夏 以郭守静修堂来 汉岩等区 玉冠田九万请 十长日九孔其成高粮足 以供新庆府 郭守静 郭守静 李霞放下手中的信 再次念叨着 心里有些思量 能让他记着名字的人 其实不多 郭守静算一个 眼下他与忽必烈 都在紧锣密鼓的 修渠心田 若能把助忽必烈修水利的 郭守静请回来 那不仅能满足眼下 关中水利规划的需求 还能起到 此长笔消的作用 既是 人手不足 我们就再请两位 水利名家来 如何 求之不得 西纪虎马上应到 之后笑了笑 报 不过说句大言不惭之语 能在我面前 称得上水利名家者 怕是不多了 李霞也笑了笑 报 不多 但碰巧知道一个